记 四句记就是后面的四句话 明 普记之法 这是佛教我们大家这个救济的方法 众生闻名 来生我差 此诸众生 亦即长夜忧闹中之群生 这就有我们在其中了 这讲到六道 甚至司法界里面的众生 事故善导十约 三倍九瓶 总是为佛去世后 五着凡夫也 你看 讲三倍 讲九瓶 是为谁啊 是为了五着凡夫啊 尤其是现在我们真的叫孤苦伶仃呢 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大家还有个依靠嘛 是不是 还能够追随佛 说短一点 四十九点 长的话 七十九点 但是我们现在呢 不能够遇到他老人家本人 所以有问题不晓得要问谁 问了别人 怕别人答错了 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经典 还有古大的这些注解 我们依照他们来学 就不会走错路 所以能够遇到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指点迷津 这是我们的福分 这是我们的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 再说后面两句 末后这两句呢 是如否金色身 妙相惜圆满 其实这两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跟随阿弥陀佛 还有那些菩萨们 还有十方诸佛菩萨 求学 学到最后 你就圆满成佛了 因此 我们今天呢 学习这些开师 一定要真正下定决心 要厌离娑婆世界 真正要有呢 向往求生基督世界的大愿 昨天没有发 今天至少要发 发了之后呢 要保持 您可不要上课的时候发 下了课就完了 就忘掉了 那不行 要保持 明天我们继续来学 希望我们这个善根福德呢 不断地争抢 缘 大家已经碰到了 那么再各自努力 希望我们早一点取得呢 升到基督世界的资格